開箱之前先喝咖啡 歡迎回來ROKE頻道 那今天要跟大家帶來分享呢 就是SALOMON XT6 VEST 也就是這一雙 這雙鞋的全名叫做 SLAP Softground LT Advanced SALOMON這雙鞋 應該算是我今年買的第三雙鞋吧 就我現在已經過了瘋狂買瘋狂囤鞋的那個階段了 我只買我需要的 那那些可買可不買的款式我基本上都已經pass 就是不會再考慮了 我穿這雙鞋大概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了 我在收到這雙鞋的當天呢 有在我的社交媒體 比方說微博然後 B站的動態還有NICE等等 這些平台呢發佈了一些對這雙鞋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我提問 那我會在穿著的過程中呢會給你們解答 那這雙鞋最早進入我的視野的時候呢 其實是在我拿到HOKA TOUR ULTRA LOW之後沒有多久的時間 那我有看到在 製裝週秀場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穿著這雙鞋 最早其實也是因為KIKO STANDING OFF 是另一個KIKO 不是這個KIKO 那他有在穿著HOKA的跑鞋和SX的聯名之後呢 我有看到更多人去穿這種風格的球鞋 那我開始留意到SALMAN他們推出的這個系列 但是最早的時候這個系列的配色還比較少 基本上只有純黑純白 然後有一個黑紅還有一個 你們見的比較多的均綠色 那我個人對這幾個顏色都沒有特別大的興趣 一直也沒有購買的慾望 就想等等看會不會有新配色或是新聯名 9月份的時候呢 SALMAN一口氣又推出了4個配色 除了這個稍微有點灰藍的配色呢 還有一個天藍色 一個卡其色還有一個純黑色 那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 一眼就像中的顏色就是這個顏色 有戶外山系的味道的同時呢 又有一點urban的感覺 就比較適合城市日常穿著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那回到這雙球鞋的問題 最多人跟我問的問題呢 就是這雙鞋是夠不夠增高 客觀的來講這雙鞋的厚度大概是 實際的鞋底厚度大概是3.67公分的樣子 你要是跟Hokka那種特別肥大的底來說 是沒有辦法去比較的 那跟Nubalance的990V5也差不多 你們可以看畫面有一個比較實際的感受 差異並不是很大 所以就看你日常生活是不是用得到這3厘米啦 沒有很誇張的真高效果 那然後第二個最多人問的問題呢 就是 這雙鞋的尺碼該怎麼選擇 這雙鞋首先來說一下 它是一個歷史比較悠久的歐洲品牌 那它的鞋圈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 是比較偏瘦和長的 雖然說尺碼這個根據每個人腳型高 還胖瘦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我沒有辦法給到你最準確的答案 那但是基本上 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 這雙鞋一定都是偏小的 所以你在買這雙鞋的時候 可以不用猶豫的 最少要選大一碼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因為它的鞋帶系統 收緊的效果也非常明顯 所以在穿著的過程中 買大了 尺碼也不會覺得很鬆動 因為我們亞洲人的腳型來說 再怎麼樣都會比較偏小 所以如果你還要考慮到搭配的時候 穿的 襪子會比較厚一點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買大一碼 甚至一碼半 那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打個比方我平時在穿 1970或者是Nike的球鞋 我大概會買41.5左右的尺碼 或者是買到42 那這雙Solomon呢 我會買到42.5 也就是US9 平時我買US8.5的話 這雙鞋我會買US9 如果你還是沒有辦法去構想的話 我可以類比一下 這雙鞋 這雙Nike的Zoom Fly SP 也是偏小 嚴重的一雙鞋 我個人來說 我在僥心 買這雙鞋的時候 都是買的US9 也就是42碼半 所以你不知道這雙鞋 買什麼尺碼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雙鞋 可能會在市面上比較好找得到 你可以去試一下 司馬的問題說完 那我們現在說一下這雙鞋的科技 那這雙鞋你第一眼看到它 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它濃濃的科技感 的確這雙鞋不僅是從觀感上 有濃濃的科技感之外呢 它的配置確實是非常豐富的 雖然它只是一個時尚之鞋 但是你要知道 S-Lab是Solomon旗下最高端的越野產品線 S-Lab最初成立的目的呢 就是與團隊的跑者 這種密切的合作 他們在法國的安息鎮呢 有一個專門的區域 是做研發和測試的 目的就是為了能夠 最快速最便捷的去得到 他們產品的研發反饋 以及改進的速度和效率 那所以 這些精英跑者 在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環境下 做了無數遍的測試呢 反覆打造出來的結果 就是現在我們手上拿到的 集成在這雙鞋上的科技 我們先從它的外底來說好了 它的外底有一個紅色的小三角 對波膠 這小三角上面寫了一行字 你們可能看不清 我會 拍大 拍仔細一點給你們看 他們寫的是 Contact grip Contact grip呢 是受了我們比較看家比較拿手的一個 複合大底科技 也是他們最自豪的一個科技 他們根據不同紋路和配方的橡膠 能靈活運用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 以達到更多的變化空間 並且它的紋路設計 你們可以對比一下 HOKA 那我最後有一張圖 是來自Vibrant 你可以大概參考一下 越野跑鞋和 徒步登山鞋的 鞋底紋路設計的方向 和思維是怎麼樣 你就可以大概理解到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因為他們的用途是非常不同的 雖然說都是在野外活動 那徒步登山鞋是為了你行走 更長的時間 更長的距離 然後更穩定的支撐 所以它會設計的比較平坦和細密的紋路 以保證你抓地效果 可是 像是我們的越野跑鞋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紋路設計是比較分 分隔開 距離比較遠的 包括它的紋路設計像箭頭一樣有 非常多不同的方向 那這個就是 考慮到你在越野跑的時候呢 防止你卡入一些比較細碎的小石子 ACS就是這一個看起來像塑膠的部分 它圍繞著整個鞋底走了一圈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他們叫做 ACS的立體避震系統 在英文全名叫做 Advanced Chassis System 這個系統呢 誕生是因為越野跑不像我們在平地 在城市路跑一樣是 平坦的路面 越野路跑會多了更多三維空間的動作 比方說跳躍扭轉啊 橫移啊之類的 那使得越野跑鞋在設計上 需要考慮到更多不同的因素和環境 更多三維力學的結構 這個 有別於 一般其他跑鞋 你可以看到在中底會塞一層 幫扭轉的 你可以說是系統或者說 一個塑膠片塞在鞋裏面 它是完全是像一個 機械外骨骼的感覺 去抓牢你這個整個中底的形狀 是從外部去緊緊的扣住這個鞋的結構 那這樣設計的好處 它跟普通路跑鞋最大的區別 就是它可以在更多不同的方向上 有更好的抓地和支撐力 以提供更穩定的結構和緩震性能 那說到緩震性能呢 除了ACS這個外骨骼穩定之外呢 它的中底也叫做AC 但是它是AC Muscle 2 在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得到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也是 Advanced Chassis System 但是它是Advanced Chassis Muscle 也就是說 外面這一個像骨骼 像外骨骼一樣 那中間這個中底就像肌肉一樣 給到你足夠的支撐力和回彈 這張鞋的中底緩震泡棉呢 有人問我 它近似於什麼材料 其實 想了很久 也嘗試過對比 我發現沒有特別能拿來跟它比較 一模一樣的材質 我覺得可能最詳盡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Nike的 React 也不是特別一樣 只是說它的 回彈的反饋 感覺差不多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一點 是它的前掌 和後掌的緩震呢 跟我們一般的路跑鞋 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 畫面上 我拿 Rubalance的990 V5來做一個比較 後跟的話 990 V5的回彈性呢 會比前掌來的要更硬一些 前掌會比較軟 那 Solomon的話 前掌是會更硬一些 後掌回彈會比較軟 與990 V5是相反的 那這樣你也可以考慮到 這張鞋的大部分 緩震的情景呢 都是需要腳後跟落地的 但是 它這個視覺上看起來的泡棉呢 其實應該還是一整塊 只是說它的 厚度不同 導致了它的 反正效果有區別 那這是我發現的一點 那所以這張鞋長時間行走的話 其實也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我有 連續穿了大概一個星期 沒有換其他的球鞋 那每天穿著時間蠻長的 走了大概都有一萬步左右 我並沒有發現 腳 會痠痛 或者是會 不舒服 其中有一點 比較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吧 因為我這張鞋是買大了一碼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點點 不跟腳的情況 我的左腳後跟的這個位置 會有一點膜 膜我的腳踝 我在穿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還是會有一點點膜 我覺得可能還需要 適應一下吧 那這是一點點 比較影響穿著體驗的 一個 你們需要知道的地方 那再過來呢 鞋中底的內側 還有一個叫 Planetion Control字樣 Planetion呢 就是內選 那它這個就是防止 鞋在行走 或者跑步的時候 然後過度內選的一個系統 鞋底的科技 說完了之後 我們來說一下鞋面的科技 鞋鞋鞋面的科技 首先映入眼鏈 最明顯 就是它快速綁帶的系統 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是懶得綁鞋帶 就是我平時穿鞋 我的球鞋鞋帶 都會綁到一定舒適的程度 之後呢 我每次穿脫 都不會再去結合綁了 除非高綁的球鞋 地方球鞋 我一般都是直接塞進去 那有了這種 快速綁帶系統呢 我就不用再去考慮 鬆或者綁這種非常耗時的問題 我就拉開就可以踩進去 然後垃圾馬上就可以走 這我覺得非常好的 同時呢 這個系統 它的名字叫做SenseFit SenseFit 不僅僅是鞋帶這一本身 還有鞋側面 這些你可以看到的 防水壓腳的紋路 還是一個系統之一 它就是像龍骨一樣 非常牢靠的去 骨 去把你的腳背 壓緊 這場鞋的包裹 我打個不是很家當的比方 因為 像我們 買大一碼 或者一碼半的腳來說 你的腳肯定是不可能完全填充這個鞋內的所有空間的 但是它包裹感受又非常緊 非常恰當 就像真空包裝一樣 你包得再怎麼延時都會有一些空隙 但是這並不影響你在日常穿著的體驗 它的腳感是非常好 非常適合日常穿著 在SenseFit後面 你還可以看到一個字樣 叫做EndoFit 那這個就是它的內靴的包裹系統 它的鞋舌呢 不像一般的跑鞋 是獨立的 它像一個內靴一樣 是固定在你的鞋內側 那所以你在穿著實際體驗的過程中呢 它是鞋舌 區別於其他一般的跑鞋會左右扭轉 它的鞋舌會牢牢固定住 然後鞋舌上方有一個 瘦長這個鞋 鞋帶 多於地方的一個小口袋 我覺得這也是蠻貼心的一個設計啦 那你從它鞋面和鞋底的所有 科技配置來感受得到 這雙鞋真的是 非常走心的一款運動產品 Soulman雖然說這雙鞋 它的Advanced系列呢 是一個時尚直線 但是 那把它所有當家的科技都下放到了這一雙Advanced系列的修鞋裡呢 其實你是可以真的穿著這雙鞋去做越野跑的項目 在性能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它一定能勝任的 再過來呢 就會有朋友問我這雙鞋的防水性能怎樣 那我把防水性能和透氣性能放在一起說好了 其實這兩個屬性就像真的兩頭一樣是很難去見得的 防水性的話你可以看一下畫面 我把乾燥的紙巾放在鞋前掌的位置 我淋了水上去之後呢 這一圈防水牙膠的位置是完全不會滲水進去的 但是網面的位置就基本可以說不怎樣防水 水就直接是滲透進去然後 裡面的紙巾都濕了 但是你考慮到這雙鞋的日常使用場景呢 應該不會有人想要在漂泊大雨的情況下 穿這雙鞋出門吧 更多的時候它是會 燙一些 會去踩一些小水坑或者是 越野跑的路過程中會有一些水挖 那這個你在快速移動的過程中把水排開之後在水聚攏之前呢 你的速度夠快的話你就可以已經離開水面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說這雙鞋 防水性能會有折扣 因為防水和透氣我覺得還都是蠻重要的 一個屬性 尤其是透氣性來說 我覺得會比防水需求會來得更加大一點吧 因為這雙鞋它透氣程度其實我在日常穿著的過程中我絕對比 就是0-5的透氣性還要稍微好一些 你在有威風扶過的情況下呢你的腳真是可以感受到一點 風吹過的一些感受 但是你也不能拿來跟Flyny啊或者說是這種 完全透的面料去做比較 這個沒有辦法可以比 它的網面結構還是非常扎實的 不用擔心說它的耐用性 透氣性只限於網面的部分啦 你如果日常穿著久了它防水壓膠的這一部分呢 就是 鞋周圍的這個黑色部分還是不透氣的 所以說稍微有點悶焦底的情況 因為它透氣都集中在鞋面上的部分 所以這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個點 那越野跑鞋呢就相當於 城市戶外和 山野戶外之間交界的一個重疊 所以相比於一般的公路跑鞋來說呢 它會更需要 緩衝減症耐磨防水透氣等等 比較多的功能性的一些配置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會越來越多的發現在 時裝周 包括在一些 街頭素人的搭配呢 會越來越多的出現到 Solomon的鞋型 或者是這一類 Trail Running Shoes 也就是叫越野跑鞋 那即便可能越來越多的看到 大家都上腳 那相對來說 目前這一類鞋型 還是比較小眾的存在 只要 某些明星表可以帶貨就好 你懂 Solomon這個品牌呢 在1947年由Francis Solomon 以及他的太太兒子共同創立 那他們最早呢 就是做滑雪用具的 隨後在1991年左右的時間呢 他們開始 涉及到 徒步登山越野等等 這些戶外運動的領域了 那他們把 在滑雪領域 積累的經驗 運用到了在 各種極限運動的領域上 自從 Adidas在2007年 把Solomon 賣給了 Amherst Sports 這個集團之後呢 Solomon在越野跑鞋的 領域呢 是越法的出色 他們有非常多 受歡迎的 鞋型和款式 那其中 還有一個 獨立的 創意單位 也就是 他們是獨立於 Solomon 母公司之外的 一個 機構 比Nike 相對於Nike 來說要更加的 獨立 那這一類傳統的 運動品牌 需要 與時尚 領域 有交際的話 最快的方法 就是做 年齡 你可以大概的 想像到 傳統的 戶外 運動鞋 他們的 配色都是 比較 比較奇異的 對於時尚領域的人來說 沒有辦法去理解的顏色 那S Lab就很聰明的 去做了一個系列 就是全黑的 Black Edition 疫情發售之後呢 馬上就引起了一股 不小的紅洞 包括 我們所熟悉的 Roth Lauren 他本人呢 也經常穿 Solomon的 修鞋 出席各大 時裝會場 你們更多人 見到的就是 11 by BBS 和Solomon 聯名 那11 by BBS 這個德國品牌呢 是 德國設計師的 同名副牌 那他們的聯名 都是比較 暗黑 比較 有高階 質感的 氛圍 更多的是 捨棄了一部分的 功能性之後 僅僅是為了外觀 去設計的 一些單品 包括之前 高橋頓和 龔夏玉貴 在一場共同的 走秀裏 龔夏玉貴 也用到Solomon的 修鞋 修鞋的聯名也就是PALAS和Solomon的聯名 Solomon從 時尚高階 到街頭品牌 現在都開始有 不同程度的滲透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了解 這張球鞋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借著我的視頻 可以對這個球鞋和品牌 有更多的認識 和了解 還有人的問題是 他的腳感 對比 HOKA 說怎麼樣 其實 這個 沒有什麼好比的 因為他們的領域是完全不同的 像HOKA的本身也是一個 比較奇葩的設計 他們有獨特的 滾動平衡系統 他們有說前掌後掌之分 他整個大底都是像一個車輪胎一樣 但是 HOKA的腳感和重量來說呢 HOKA這雙鞋雖然說 他也是設計的 很大 但是他重量我覺得 在這個 體型來說 算是比較輕的 相比於Solomon來說 還是稍微重了一點點 但是在日常的穿著體驗中呢 你是很難察覺到 這一點點 差別的重量 反倒是 New Balance 和Solomon的腳感會更加相近 雖然說他們的 鞋旋形狀有差異 但是他們日常穿著的腳感 包括你可以看到他們採用的鞋墊都是一樣是Ortholet抗菌鞋墊 只是區別在於 9900V5的抗菌鞋墊是 比較 寬比較平的設計 Solomon的Ortholet呢 是比較瘦長 比較窄 他的起伏會比9900V5來的更明顯一點 因為他的 後掌是 多包了一塊黑色的海綿 這兩雙球鞋的鞋墊厚度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柔軟度還是有點區別 所以說 New Balance這個鞋墊上面已經寫的是Ultra Soft 但是我在實際的對比中呢 包括我把他們兩個鞋的鞋墊也互相 置換了一下 那簡單的體驗一下 我覺得好像還是 Solomon的鞋墊 會比New Balance的要更加柔軟一些 所以說 綜合來看 Solomon 這雙鞋的腳感還是蠻優秀的 我們現在也可以 在網上越來越多的看到 EZ-KOL在時尚生活的領域呢 開始慢慢的彈出 轉而進軍 像是 衝浪啊 徒步啊 登山 甚至是野營 這種比較 目前國內來說 比較小眾的領域 但是 這些活動呢 在歐洲和日本 這種比較 發達比較早的 地區呢 是已經是很普遍的一個 休閒運動 他們也是真正的做到了 把這種運動和生活 融為一體 那讓它成為你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這也是我想 向大家傳達的一點 就是說你買到的不僅僅是一雙鞋 這麼簡單 更多的是 你去自發的加入了 這一個文化 你去 把這一個文化和 這一些活動 融入到你的生活方式當中 讓它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讓這種活動呢 慢慢的在國內 成為一個 普遍的趨勢 這就是我想在我的頻道 跟你們分享的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些細節 現在正好就是 這一類文化 崛起的時代 那在以後的日子呢 Solomon也有消息放出來說 他們會做更多 時尚 領域的聯名 那麼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這雙球鞋的搭配 有朋友問我這雙球鞋該怎樣搭配呢 是不是 3系就是最合適它的搭配 那我覺得3系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 這雙球鞋的搭配 我覺得首先 除了鞋型之外 你還要看配色 那我這裡提供的搭配呢 不僅僅是 Solomon XT6 這一雙 這一款 球鞋的搭配 而是Solomon這個品牌 旗下Advanced系列的這一條產品線 其他鞋型都可以拿來做參考 然後 我想要說的一點就是 我分享我的搭配給你們呢 我希望你們 接收到的訊息不僅僅是 一兩件單品好看 然後你要買跟我一樣的單品 你就能搭配跟我一樣的效果 我希望你們接收到的更多的是一個 我傳達給你們的搭配公司 那你們可以 借用這個公司去套用各種 其他不同的單品 不一定要買 跟我身上傳的一模一樣 如果所有人穿的衣服都一樣 那就真的是 太無聊了 好吧 這是我非常想要傳達給你們的一點 你們可以多去 通過這個單品的類型 去自己發掘一些其他更優秀的品牌和單品 從而讓它成為你衣櫃裡的一部分 這是我想 在 搭配環節之前 跟你們說明的一個 我自己的想法 那這一次的搭配分享呢 我換了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 我把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比較簡單 輕便的 可以適合 春秋 或者是天氣比較舒服 比較溫暖的時候 比較清裝多變的一個造型 這幾個造型的 都是以T恤為 基礎 尤其是 白色的打底梯 我覺得這個是 男生衣櫃 並不可少的樣單品吧 在我的衣櫃裡 純白的T恤大概是佔了 四成左右 都是純白的T恤 各種不同的白T恤 那白T恤對我來說 就像是襪子 你會非常需要每年都購入 然後 它淘汰的 節奏也比較快 搭配到的白T恤呢 有純白的 然後也有一些 簡單的元素 比方說口袋 或者是胸口的 小的LOGO印花 那這一類有 其他元素 加持的 白色T恤呢 在搭配的時候看起來會比 普通白色T恤 沒有那麼沉悶 多了一些 更加有玩味的小細節 除了白色T恤可以看到我搭配這雙球鞋 基本都會運用到的一個單品就是純白色的棉襪 尤其是 粗針編織的棉襪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加分的一個小單品 包括我們之前看的Popeye 然後可以看倉骨穿造型 它所做的造型搭配的基本上都會運用到純白的棉襪 也就是叫clean sock 那這種clean sock呢 其實在襯托球鞋 這方面能起到一個非常好 非常優秀的作用 不管是什麼季節什麼領域什麼風格 都可以運用到這雙clean sock 那我覺得這個也跟白T恤一樣 如果你是比較注重搭配的朋友 應該會 衣櫃也會有好幾雙 不同款式的純白的棉襪 首先給你們帶來的造型呢 是有一點oversize的casual造型 那我選用了色系相近的純黑T恤加上煙灰色的羽服帽 那這種 帽顏比較寬的羽服帽呢 可以讓你的 掌聲 overlook 造型搭配顯得更和諧 不會說 身體和 褲子 衣服褲子特別大的同時 頭會顯得比較小 那就有點怪 這樣的風格是沒有什麼局限性 就是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穿 如果是天氣比較冷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件外套 都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他除了好看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oversize 是很舒服 很舒適的一個 穿搭風格 那就更適合你日常出門 逛街 休閒的時候去 採用這樣的風格 那再過來呢就是 稍微涼快一點的風格 就是 純白的T恤 搭配一條剪裁比較乾淨的褲子 那我這條褲子 是NakeLab ACG 那類似的單品 你也可以考慮其他的一些機能品牌的 九分褲或者是長褲都可以 這樣的搭配就比較乾淨簡簡利落 更適合都市的感覺 那再過來 純白色的T恤搭配除了有 這種比較簡材乾淨利落的褲子 我覺得更適合的就是有點後居風格的牛仔褲 那你可以是選擇原牛 也可以選擇水洗牛或者是工裝牛 都沒有問題 那我這裡只是給一個搭配的公式 同時呢我還搭配了一件 有一點迷彩風格的 七分秀的道跑 這件衣服 我已經忘記從哪裡買了 然後我現在想找一找 它的風格 我覺得還是蠻 獨特的 就是在天氣忽冷忽熱的時候 比較適合的一件單品 白的確搭配牛仔褲 我覺得是 萬古不變的一個 非常好的搭配 那同時 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你可以搭配出很多 不同的風格 Vintage 甚至是 都沒有問題 就看你怎麼樣發揮 還有一個很典型的搭配 就是技能的風格 技能的風格 我覺得 這場球鞋 你說它非常硬核的技能 那倒也不至於 因為它的功能性 和它的 設計感 還說 除了科技感之外呢 更多的感覺 它是給你一個 非常積極 非常熱情的 一種運動感 那我覺得 你去搭配一個 很賽博風格的 技能風 好像就有一點 不那麼核心 所以我在這裡 會用到 一個就是比較 比較Urban Outdoor的 這種 簡樁的衝鋒 外套和 白色T恤做搭配 那這樣子 會稍微減緩一些 硬核技能的這種 感覺 那同時可以打到 防風防水 這種功能性的 效果 並且 這種類型的單品呢 他們的 版型剪裁都是 非常出色 所以你整身造型的輪廓感 都是非常優秀的 那這樣的造型搭配 也更加適合在 都市穿著 還要提一句的呢 就是這場球鞋的 防滑性能 我在拍攝 Broad的時候呢 正好路過一個 有點青苔的 石板 無意中 腳滑了一下 我就發現 這場球鞋的 抓地防滑性能呢 可能要取決於你的 實際使用場景了 初中物理 可能大家都學過 壓力與壓強 物體接觸的表面積越大 壓強就越小 那物體接觸表面積越小 壓強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追求 防滑性能的話呢 你在都市 或者光滑地面 你最應該穿著的 鞋底紋路的 設計應該是這一種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區別 就是哪一種紋路設計在光滑地面會更加防滑 其實這個會一目了然 但是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些性能還是取決於你日常的使用場景 如果你真的是在 下雨天石板路或者磁磚路面使用 走路比較多的話呢 我還是不會推薦你穿這種鞋的 那我在這個搭配裡面所用到的時候包袋都是來自於 胡膚工業的 然後技能性的服裝單品的都是來自於 這兩個品牌 我在之前的視頻也介紹過 我還有看到有朋友在底下留言說 劉老師的共生效應 其實這個品牌我也有關注了 包括他們最新一季的油損系列 尤其那個斗篷真的是 我知道很中二 但是沒辦法 那還是都是有點中二 如果未來我能拿到那個斗篷的話 我再跟你們做一個分享 我沒有說特意要為自己 品牌打個廣告或怎麼樣 就是我日常使用的就是這一些單品 我沒有再用其他單品 所以是不是搭配或者造型都好了 日常都會使用這些包袋 因為真的很實用 這些簡裝的搭配呢 這些外套 我是外套需要頻繁的去穿脫 那這時候呢 背了一個小包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搭在包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搭配給你整身的造型 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不會突突特別單調 但同時你也不會覺得很誇張 就算是一個小技巧吧 就是不管什麼風格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簡裝的搭配說完了 我們說一下季節性稍微寒冷一點的搭配 很遺憾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現在廣東天起來真的蠻熱的 你可以看到溫度是多少 所以我這真的沒有辦法 穿著三四件衣服在戶外給你們拍 那就委屈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在室內傳達的效果吧 那首先的搭配呢 我選用了一條 非常非常深藍色的 燈信用長褲 那叫長褲的版型 是那種上寬下窄 褲腳微瘦的 寬腿窄口長褲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叫 這種酷型的好處就是 它在可以給你達到一個非常好 非常有闊型的 同時 不會顯得特別拖沓 尤其是冬天這種 所有衣服的質感 然後包括 衣服成疊的數量都比較多的情況下 它會很容易顯得 笨重和臃腫 那這種褲腳 稍微有一點收口的情況下 你把褲腳卷一卷露出裡面的白色長襪呢 會顯得你整身搭配的精神很多 並且 搭配一個 色系相近的 或者說 再搭配一件 小的防風外套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 非常靈活 非常適合 上班族休閒搭配的感覺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我選用的配飾 那你可以通過一些 小的配飾 去打破這種沉悶的色調 冬季會更加多的 適合戴帽子 那帽型的選擇也是比較重要 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 像我現在頭上戴的這種 Camp cap 也叫五片帽 或者說是 老爹帽 那種棒球帽 這種 棒球帽 或者叫橄欖球帽 都可以 比較純正的美式風格 那除了這種造型搭配之外呢 我還給你們展現一下就是 日常可能 不太會去 嘗試 或者說比較少人這樣穿的一個搭配就是 OI那種典型的 白色內大高臉 然後加上一件衛衣去披肩 這種搭配的感覺 除了 Urban之外呢 更加有點City Boy的效果 那這個搭配的要點就是 白色高臉 打底踢 以及白色棉襪 也就是我剛剛說到的 那白色棉襪呢 在造型搭配中的地位真的是舉足輕重 然後我選用的搭配的襯衫呢 也不是那種 比較薄的襯衫 它是可以當外套穿的那種 霓子襯衫 所以這時候你的整身搭配 想要打破這種厚重的質感 你可以非常隨意的去搭一件 那種圓領的衛衣 也叫Sweater 或者是 圍巾也可以 去營造一種更加隨意的 更加Casual的效果 那這個造型呢 也更適合你去搭配一個 復古的毛線帽 或者是棒球帽 然後再加上雙肩包 那就可以有一種 東京小男孩的感覺 再過來一個造型搭配呢 那我在這裡嘗試了一下 平時比較少去穿著的一個風格 垂墜質感的西裝長褲 搭配一個 不對稱平接的 格子襯衫 那這樣的搭配 內達呢我會選用一件 同色系的 黑色打底T恤 用來襯托 球鞋和襯衫 之間的一種呼應 以達到一個整體的視覺效果 會比較出色 同時呢 一定要搭配一個 小胯包 再加上一個 AirPods 墨鏡 以及 帽子 當然是必須的 那整身造型看起來就好像 街拍穿搭達達人一樣 這種風格我平常會比較少這樣穿 你比較喜歡這類型的風格的話呢 你可以拿來做一個參考 這件襯衫的 平接設計在我看來是 還算是蠻有型的 因為他平接的部位 不是簡單的平和在一起 他用一條 3M反光條去 把這條 平接的線給他填充起來 那看起來沒有那麼 普通 然後會有一點 設計上的小心思 那我這一個造型的搭配單餅的全部來自於一個 國內的品牌叫做Vagnetis 那 我也會在視頻 發布之後呢 抽一位幸運的觀眾去 他們店裡任選一件 你喜歡的單品 那同時其他朋友呢 也不用說 沒有獎品了 我會在 抽出 衣服的同時呢 我會再送出 一些搭配神器 也就是純白的棉襪 那當然老規矩 一鍵三連 關注我 然後 我會看看 B站動態 是不是能抽獎 如果能抽獎的話 就在B站動態裡面 做一個抽獎 那麼以上就是我對這雙鞋的腳感 科技配置的詳解 和我的搭配分享 如果這支視頻對你有幫助 會讓你對XT6 這款球鞋 和Solomon這個品牌有更多了解的話呢 那就再好不過了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呢 叫你一鍵三連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呢 記得點一下 訂閱的按鈕 喜歡這支視頻的話 記得把它分享給更多人看 那我是Vlog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 前兩天的優衣庫 和Engineer Galmon聯名的 一系列單品呢 在 網絡和實體店都已經開始銷售了 那我也很幸運的拿到了 我在行路中看到 比較 合適 比較 喜歡的單品 也就是這一件 我一共是入了兩件 一件是軍綠色的 一件是黑色的 這件拼接的 姚立榮外套 其中呢 我的身材是 174 然後體重大概是 62公斤左右 綠色這一件是 M 然後黑色這件是L 在我實際穿著 體驗過程中呢 如果你想用來做內打的話 那你就要買 因為它會比較合身一點 但是像我在 廣東這種比較熱的地方 我覺得這種衣服呢 大部分情況下 我會拿做外打 因為 不需要穿那麼多 所以 我可能會留一件條嘛 然後 黑色 我覺得還是比較百搭的 因為它的效果 在 圖片上看 跟拿到實物 穿在身上的效果 黑色會更加出色一些 那綠色反而我會覺得 如果你搭配的不夠好 或者是不夠用型的話 很容易就會顯得 你像一個 穿軍大衣的 搬磚小哥 我對它整個系列的其他單品的 興趣並不大 所以我 手裡面有全系列 我也不做整個系列的搭配和分享給你們 這是一個小的bonus吧 然後這款衣服的搭配 如果我在未來天氣夠冷的 我會再給你們做一些 日常搭配的分享 那我就不專門 去拍 這件衣服的搭配給你們 因為現在真的穿不了